另外一个焦点话题来看到的是 元大集团创办人马志玲、杜立庄夫妇 购买元大投信股权被控背信案 最高法院在今天驳回上诉判决定验 两个人都将入肩服刑七年四个月 马志玲夫妇委任律师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反驳 对于这个结果呢 那么当事人觉得非常的失望 那么也觉得非常冤枉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本案所涉及的结构债 或者是关于元大投信股群的交易 最终的结果对元金正公司来说 都是获利的并没有损害的情况 那么法院做了这个驳回的决定 当事人会根据法律的规定 来进行其他必要的救济程序 元大集团创办人马志玲、杜立庄夫妇 被控八年前误导旗下上市公司元金证券 大量买进了旗下元大投信的股票 将元大的结构债损失 转嫁到元金证券 使得元金证券损失了4.4亿元 损害股东权益 那么高等法院去年依证交法背信罪 将两个人各重判了7年4个月徒刑 马志玲夫妇上诉后 最高法院认为犯刑明确 在今天驳回上诉 全案判决定业 我们不得了 我们不得了 好 感谢观看